不打算只占美商务部,趁贸易战美国将先苦后干,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,进行中外界,都在看谁能成为这场战役,的赢家美国商务部形容,贸易战有如减肥一样,一开始会感到无趣甚至痛苦,但最后的收获将是值得的,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。 根据彭博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·威尔伯·罗斯,当地时间周易在一场由美国商会与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中,表示当美国经济走向正轨时,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是非常合理的策略,像是目前的失业率,是2000年以来最低良好的经济状况,能够将短期伤害化为无形,强调美国的经济实力能够应付贸易战, 带来的负面影响罗斯还形容,这就有点像是你在减肥起初,不会感到任何乐趣甚至还会觉得有点痛苦,但到了最后你会对结果感到满意。 报道中提到,罗斯的发言可以代表川普政府对贸易战现阶段的态度不打算指战。